这天 赛罗刚下班在回家的路上 居然听见有女孩子的哭声 这不就是卡蜜拉吗 她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 还哭得那么伤心 赛罗决定过去看看 卡蜜拉 你怎么自己在这里 怎么还哭了呢 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呢 需要我的帮助吗 赛罗哥哥 怎么是你 我真的很难过 没有小朋友喜欢我 也不会给我小红心 我不想再跟着贝利亚做坏事 所以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可以帮帮我吗 原来这样 别伤心了 只要你知错能改 大家都会原谅你的 你现在一个人在这里 也不是办法 这样吧 你先跟我回家好吗 这 这样真的可以吗 赛罗哥哥你真的太好了 就这样 赛罗收留了卡蜜拉 她让卡蜜拉上车 跟她一起回家 哥哥哥哥 你带我回家 你女朋友知道了 不会生气吧 哥哥哥哥 你对我那么好 你女朋友知道了 不会生气吧 哥哥哥哥 你开着你的小摩托车 搭着我 你女朋友知道了 不会生气吧 哥哥哥哥 你让我住在你家 你女朋友知道了 不会揍我吧 好可看人你的女朋友 不像我 我只会心疼哥哥 傻瓜 不会的 乔妹妹是最善解人意的 乔妹妹 这是卡蜜拉 刚才我在路上遇见她 太可怜了 以后就让她住在我们家吧 赛罗哥哥 你是个好人我能理解 但是你下次 能不能先跟我商量 好好好 乔妹妹最好了 那你们先聊着 我先去换一身皮套 等一下跟你们出去吃饭 格力乔 好久不见啊 想不到吧 你的赛罗哥哥 居然对我那么好 怎么样 生气吗 没用的 我都说了 我会从你身边抢走赛罗 让他抛弃你 你 怎么能这样做 你也太坏了 赛罗哥哥好心收留你 是因为你无家可归 没想到这竟是你的阴谋 我这就去告诉赛罗哥哥 去啊 你现在就去试试看 看看赛罗相信谁说的话 去就去 赛罗哥哥一定相信我的 救命啊 救命啊赛罗哥哥 快来救救我呀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赛罗哥哥 你不要怪格力乔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在你家 我走就是了 可我不会游泳啊 他还一手把我推下水 乔 乔妹妹 你怎么这样做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 要是你不喜欢 他住在这里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呀 你怎么能做出 这么很多的事情 冤枉啊赛罗哥哥 我是怎么样的人 你还不了解吗 你现在居然选择相信卡蜜拉 难道我在你心目中 就这么不堪吗 我真是太伤心了 卡蜜拉真聪明 一出手就把赛罗和格力乔的感情闹翻了 等他把格力乔寄走 我就去把格力乔抓起来 让赛罗再也找不到他 就让卡蜜拉取代格力乔的位置 之后再夺走赛罗的奥特曼勋章 然后再把他黑化了 让赛罗做我的小弟 我真的是太聪明了 小朋友们千万不能去告诉赛罗 也千万不要给他点红色能量